各位企业铁好 欢迎收看GD的相机讲解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盘精妙街头残局 这一盘棋局表面上看 红方治理十分薄弱 仅有双炮一兵三个棋子而已 而黑一方却有狙炮三个组来围剿 里边是四项拳手家 目前看起来 红方在仅剩炮兵的局面下 无非就是利用双炮来杀棋 但是一旦黑方的G得以解脱的话 红方这手压根就拦不住 所以此局红方想要取胜 只能围绕黑方这个G来展开 第一步棋红方这边到底该怎么走呢 成为此局的关键点 这时候红方这边有 平炮浆浸泡浆这两步棋 如果一上手选择平炮照浆的话 黑方级边只要下个试就可以了 这时候你会发现 你劲底炮浆 黑方就飞中下 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你现在无法创造双炮杀棋的机会 这里有些棋友会看出一步妙手 就是直接进炮 走一步太上压顶 这些是实战场局中经常惯用的剂量 下一步棋意图非常明显 我只要拱底兵抗向一将就可以杀棋 但是这么做的话 你却发现哥本行不通 因为一方刚好可以平中炮挡住刷面 接下来红方拱兵抗向江 黑方就上老将 你这里浸泡江 黑方就先飞向 一旦这么走 你会发现 你再次拱底兵可能是好意义 黑方一上将做掉红炮 红方可能要输棋 就算用炮灭的黑鞠也好意义 压根是守不住黑方 双阻绝杀的 所以上手 红方第一步棋 平炮江不行 这里唯一的阵手 只能先进底炮江 这么一做 到底是有何目的呢 那一方这个象 不就可以飞到中路来了吗 这也是红方 想走的一步棋 把象引力到中路之后 就刚好挡住黑鞠了 但现在呢 关键就在第二步棋 很多球呢 会挤一球城 想来平炮作杀 但这么走 跟刚才的局面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一番一下子 仍然可以高层无忧 你现在呢 高炮又没有炮价 低炮呢 又无从发挥 你拱底兵将黑方就上老将 你如果继续进炮太三压顶呢 黑方呢 也是平炮 堵住红炮 这一来红方呢 炮兵完全就没有施掌余地 一旦这么走 黑方下一步棋 就可以拱底竹来杀棋 红方呢 也只等着办 所以开局呢 红方进炮一将 黑方飞中向之后 这里红方第二步棋 有为关键 这里红方要走一步平炮的一个等招 它是等招实之不然 也算是一步 近里炮杀棋的一个妙所 这一步棋呢 一走下来黑方即便就十分无奈 这时候呢 只能平炮过来 挡住红炮 一旦这么走 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呢 让边路的炮 可以退炮来围剿 这时候呢 红方再次平炮将 围死不亡 那这一步 一步棋一走下来 黑方别无选择 仅有下士来防守 红方这里呢 就可以推高炮来围剿了 但是这个炮到底该退到哪里呢 也为关键 红方要把边路的炮 推到祖林线上 这一步棋呢 一走下来 面对红方的双炮绝杀 黑方这时候呢 现在 四项毫无作用 聚业不能动 老家又被困 唯一能做的 就仅有进炮 这一步棋来挡住炮面了 当时呢 一旦这么走 红方这边呢 就趁着机会 平炮 打掉黑方 上路的足 声东击西 下一步棋平炮 照样是双炮将的杀棋 而黑方这手 又会何去而冲呢 黑方这边呢 在当前局面下 这里呢 有平中炮挡炮 或者平炮到内线 两种一堆方式 如果一方这边平中炮 来挡住红炮的话 这时候对红方来讲 接下来的这一步棋 非常关键 有些机会认为 我是不是应该选择 进炮 到底边下线 下一步棋平兵 连叫兵炮将双杀呢 好像这一步棋是一个妙手 当时之不然 因为一方这手一撑死 就可以高枕无忧 你如果呢 现在直接选择平炮 叫双炮杀的话 黑方一电炮 反叫炮将 解杀放杀 红方这手呢 只能甩炮开来 但是呢 这样一走 黑方一拱底足 这一步平底足杀起 红方就只能退炮回防了 那一方呢 双足晃掉红方当炮 你仅剩炮低兵而已 炸无胜算 那这一边呢 红方如果不平炮过来 围剿 选择浸泡 堵住黑炮呢 也毫无意义 一旦这么走 黑方就 抬追上来 放捉红方的炮兵 这一走 你会发现 这里呢 你拱兵将 黑方就平价战中 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你如果呢 这里呢 选择的是一个 平兵将来围剿的话 已无忌事 黑方这里呢 平价战中就行 红方这边 虽然有炮兵 压根呢 就没有照杀的几个手段 你顶多呢 就只能用兵吃鸡而已 但双方这么一队 红方只有双炮 压根呢 也赢不了黑半了 一炮双足 那一方这边呢 一旦平炮战中 红方这手 到底该怎么走呢 这里唯一的手段 很多球都想不到 红方要走一个过门 就是退两部炮 下一步起平炮一将 来叫杀 那你老将不能动 称事也没用 唯有挡红炮 这一步起可走 打一方的炮 引过来之后 我再次进你炮 维持不完 这一来前面就说不同 下一方即便 如果称事 来卸掉炮架 却发现 已经为希望 红方要 就有双炮将来杀起 那这也是一方即便平炮战中的变化 那如果黑方平炮到内线 这里呢就有退炮回方的机会 这样一走红方呢 又开始运队 红方即便呢 还是利用刚才那一套 巧妙呢 选择一部退高炮的走法 还是呢 俯有一部双炮杀 那一方这手呢 现在照样只能用炮 来挡住红方的炮面 红方继续虚黄一枪 近底炮 想谋求呢 平底兵的杀起 那刚才已经演示过了 你称事没用 红方那平炮就是双炮杀起的机会 所以呢 唯有挡炮 这一步棋可走 而一旦这么走 红方又该转一队 在当前军面下 红方这手呢 就走一步 太商压顶的棋 这一步棋的意图非常明显 红方先不拱冰将 就可以形成困杀 但对于黑方来说 这里如果拱竹江的话 红方呢 就上了算 肯定呢 是不会离开内道的 你再次拼竹江 我就继续上算 好意义 那这手呢 黑方呢 迫不得已 为了呢 防止红方的拱冰将杀起 也只能呢 撑势上来 挡住刷面 大已经为希望 因为红方这个炮是连黄炮 黑方的炮 当初的炮就要用 我照样是拱底兵的绝杀 必败 那这一盘棋局 虽然说是一盘 红方的必胜局 但是招法 可以说是十分精妙 希望各位球 有所接见 我们下一期 不接不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